我这里先行谢罪了 年庚瑶在西北的压迫感有多强 即便是当朝九王爷允堂都不惜下跪 看着当朝王爷跪在自己身前求情 年庚瑶赶紧拉起了允堂 那么让我们回到大仗 看看这一场让九爷下跪求情的缘由到底是何 西北率仗灯火透亮 仗外鼓声阵阵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意 失明打架斗殴的大内侍卫被声拉硬拽到了仗内 仗内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沐香阿直接火了 你瞅瞅我们十个穿的什么 欲刺的黄马褂 平你也配 老年的脸上斜满的阴沉 透出一句脱掉外奖 刹那间这帐内亲兵副将露出了里面的黄马褂 老年点了一心阿的名字 来 说说你的身世 给沐香阿听听 老年的怒斥充斥整个大帐内 沐香阿也找不到借口庄了 那下话了 你提黄马褂满仗皆是 你论身份 人一个老刘被在帐内听命 你拿什么资格跟年庚摇笑板 仗内的年大将军 手上拿着雍正刺的那串合珠 护法金刚 他不惜的做 要做便做怒目金刚 杀生为护生 斩业非斩人 你们十个人 入行员不归 大闹习工县 辱骂本将军 该当何罪 斩 一个斩子脱口而出 沐香阿整个人都不好 年庚摇捧着酒杯 走下长岸 皇上拆你们来 是想让你们建功立业的 老年这一手顶级心理攻击 鼠实实把沐香阿整破坊了 他是也不傲了 也拿自己的身份嘚瑟了 老老实实的 跪在年大将军腿边上 小子出来乍到 不知道规矩 冒犯了大将 接着 咣当咣当的 开始给年大将军磕头 你们来的时候 君小梅跟你讲清楚 这里的军规纪律 大战外 西北大营军乐团 奏响了欢庆的乐曲 眼瞅着 就要笑得满地找头 这时候 却突兀听闻一声 一时间 沐香阿等十个人 身后举着刀的群演 把刀收了起来 九爷一溜烟溜进了率仗 等待多时的老年 装模作样地 忙着工作 我来替十名侍卫求个情 老年放下军情 抬起头 九爷呢 这事按道理 不该你管吧 他是直接告诉老年 这十个人 都是雍正的侍卫 要是被杀了 传到朝廷 传到皇上那 我也透不了干系 老年并未明确回答 先是表明了 自己的身份和态度 眼下 正是合为叛军的 紧要时刻 这要是耽误了军国大事 我指定是要完了 咱们要知道 年庚瑶此刻 在西北大营 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 若是没有年庚瑶的默许 这些将军 怎么可能会卖老九这个名字 他们不面露难色 怎么给老年的表演留空间 那老年听闻手下 和九爷一起求情 面露难色 来人哪 把那十个侍卫给我带了 等着十个侍卫 再度来到帐中 那是一点嚣张的姿态都没有了 温顺的像个小绵羊 齐刷刷的跪在了地上 老年很给九爷面子 这些个大内侍卫 充分诠释了 什么叫磕头如捣蒜 隔天 桑城顶掀开了西宫系的门帘 把这屁股开花的十个侍卫 赢了起来 这可是年的将军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 这一座 一股灼热的藤杆 从骨肉之间 传遍取身 老年穿着九毛礼袍 缓缓出现 脸上还带着笑 这哥几个 齐刷刷的 给跪了 这威慑到位了 年羹瑶 也开始赏他们吃甜枣 这样的安排 自然是方便利用秘哲权 毕竟 老年如此大费周章 要的 就是这些真实守卫 能够好好听话 这时候 一小将 也适时地递来了军情 打仗 便是打粮草 此刻大清全力运作 只为了这一战 而给年羹瑶兜抵着北京 已经受不了了 上书房 连亲王 正在做工作报告 眼下愁唆的军粮 已经送过去了 现在山西连年大汉 这粮草 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总而言之就是 我太难了 臣帝要辞职 雍正也觉得 这样耗下去 还没改革大清 就得被拖垮 他心思 要不 咱们把兵部和年羹瑶的军略 改一下 跟叛军速战速决 此话一出 常务父皇帝 拖着肺病缠身的身子 站了起来 我觉得不成 雍正来回夺了几步 十三帝说的对 张廷 宫里除了太后的用度不减 朕的开支 各门各部 开支减去一半 许久没说话的 深海倾前马骑 也站起身来 皇上 这省钱 不能光咱们省 雍正兴兴地坐下 再穷 不能穷改革 再苦 不能苦钱房 言外之意 由着年大将军 肆意消费 等到了晚上 雍正来到他的妙妙屋 打开了各地送来的密折 打开了他 悄悄潜伏在 年羹瑶身边的暗庄 一心阿的密折 在这密折上 说的就比较真实 他默默地收起了密折 而在西北 年大将军的专横 越演越烈 从现在起 成立军机处 全权负责西北战士的 一切事务 在成立军机处后 雍正下达的第一道命令 便是彻底执行 超加行动 那么 西北战士 何时才会迎来转机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聚远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